既上极精彩的余动故事后 我也兑现了我的承诺 就是 铁克弹加速报告的下一期 来了 一个被黑洞困死的机械恶魔 如今竟然可以通过 黑洞穿梭至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 这对于银河系的无数生灵来说 属于是一场巨大的灾弹 它们可能因此就是所建立的一切 这就太好了是吧 花车上极这谁拿的弹幕 哎呦你 那我记不见了 没错 我即将通过那个与黑洞传送移力 浪子战弱效应产生了随机冲动 剑绕是这么说的 去完成我的初时代吗 灭绝几方米外 所有人都进去一切 听不着急 因为我上期发现了传送移的神奇玩法 你看 这传送移在正常的核心里 把舰队传送到那句星系后 不是不能再回来吗 但是 如果你家就在那句星系后 这就不一样了 别说回不来 完全可以靠意义之力 单独再开一个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的 怎么让开一次一个星系 你说这合理吗 合理 因为银河系拥有4000亿个恒星 我们所做探索的星系 不过是银河群星之间的冰山一角 而其他星系虽然能观测到 但若没有群星之间的超空间航道 即靠超高速 难以到达 而传送移的作用 就是将这些孤僻的星系 开动于主银河的超空间航道 从而达到快速旅行的目的 抛开游戏谈现实 有没有可能地球一直没有外星人 就是因为我们处于银河系 超空间航道以外的 远方孤岛呢 不得不说 在那一句星系 有个竟然也真的说 要星系来星系 他还不得送一个魂 不过呀 我现在顶多也就发展了40年 这种高级文明的产物 我根本研究不透 顶多也就是个摆设 但是 这个星系我拿定了 即使这个星系它有主人 也就是这两个狐狸 那正好先拿这两个狐狸开在场 女章里的游戏器 现在根本想不到 在银河系的角落里 有个恶魔正在成长 还 现在对我来说是个摆设 真叫对我有用的 还是这个普通的星球 我生罢过后 河系里现在的其他文明 第一时间不排殖民船 一个不敢耽误 他进去殖民 机械单位 AMD夜色的第一个殖民地 星球上的所有野兽被清除 工厂单位开始大批量生产机械人口 可这热带星球啊 它不仅小 还没有基础能源 点刚才行 但是你看啊 我能源都快成富庶了 过不了多久 就会全面断裂 享用合金之款的能源吧 也不行 我这机器人也不会跟我买卖 我每赚一块钱 我就要亏10块钱 这是受得了啊 所以只要其中一个能源耗尽 我就真的会寸步难行啊 我只好慢慢的拆掉 母亲上的工厂 改造成罚点站 研究方向优先研究 空间利用和能源利用 这才多长解决了下 我解决的日子呀 为了科研 我是能减少 维护机器人的数量 就减少它的数量 星球上现在的机器人 它都在超负荷运转 也没人维护 再没有开出下一个殖民地 钱 我也不知道能顶多久啊 A号 新科技 使我掌握了一身填海机构 水球上又挤出了一点点的空地 没几年时间 母亲上的大部分工厂 被替换成了发电机计划 这些的殖民地矿区算是少 不过也比没有强 凑我让人用 母亲上的机器人迅速生产 并破满所有发电机和矿场 可算是保住了科研生产力的同时 也暂时解决我的能源危机了 机器人真难哪 不停的开马口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 开了这么多星系 竟然没有带球了 唯一一个还有点灵异事件 这个看似海盗的空间站 每当我殖民上去后 过一阵子 我的机器人就会被某种未知的东西 全部摧毁 我来这回为殖民了两次也是如此 我怀疑是没脚的东西在作祟 要不是我不知道怎么炸掉这玩意儿啊 我非要让这上面几个鬼东西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物理的力量 不过这个居住站倒是提醒了我 对呀 我可以填海造路在太空中建造居住站呀 不知道居住站我研究这玩意儿干嘛 嗨 这就是文明发展走太快了下场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研究过什么玩意儿 这好歹也算是自己文明的第一个半个剧构 我决定在母亲附近建造 这就叫做第一次感 居住站建设的途中 或者说从建造之前就开始挖掘的先驱文明遗址 得出了惊人的信息 起初勘探机器人在那具星系发现了一个超级放射性 超级富士性的红色星球 即使机器人也难以在上面利索 虽然机器人在上面活不了多久 但我不是生命损坏 我再造便是 经过勘探 文明的系统创造了这个星球上 82844平方公里的地表模型 这里曾经存在着和我们一样足够先进 但是因为没有超级航道 却无法进入太空的文明 经过调查 原著名没被毒死前 把这个气体称之为星红之月 这玩意儿是人工合成的 是来自北半球的一个叫做起源地的地方 又是北半球 这北半球净高至人 到起源地经过深究 我发现了比之前预想更多的秘密 这里的地下是一个测试站 被称之为革新工坊 里面聚集了那个文明最伟大的大脑 在他们测试复合物R23RCA时 低过了这玩意儿的恐怖效应 实验是泄露到了空气中 在星球上有一个位于地域最深处的藏暴地 里面有一个先进的智能体 它的存在是为了记录星球的所有信息 它告诉我们 它的先祖文明在研究R23RCA时 是有应对措施的 但这玩意儿爆发太快 在没有反应过来一瞬间 就消灭了星球上的整个有机体 诶 这个行 找到多少消灭了 我这正愁没地方住 就发财了 只玩意儿告诉我们去掉足够的方法 然后这就会变成一个根看星球 这个根看星球上呢 拥有藏暴地的属性 社会学加事物 全部科学再加30% 住房再减15% 哎呀呀呀 又能研究又能助人 这么发财了吗 这个要让我科技爆炸的节奏啊 唉 回想起刚开始没有星球 我现在的科技完全落后于 组合性的有机体 嘿 我终究还是活成了我自己讨厌的样子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结束 只要本期视频再继续超过一个 我就再次报告下一期 那么咱们下期见 再见了